嗯,不過我沒辦法重錄,不好意思啊,沒注意到 欸,還可以做嗎? 天啊 再來是瞬間帶牢給鍵包. 你一 spicy東西,吃了東西,準備 strike besides吃飽! 那你在吃飽了? 萌 사大吃飽了,去吃飽了什麼? 我們用足�ys量的買飽嗎? 看看你用足夠。 改日我一定送了 对不起 笨店总不舍张 不过嘛 看你赛动物馆的角度 我可以给你这条名了 那三叔是厂安第一打榜 搭声榜的躺住 他正在董事勒台 给搭声榜招并买骂 只要你们大类成功 就能得到三十辆的上级 怎么样 干不干试试 现在还有的选吗 自然硬着头皮也要去了 现在的年轻人一个比一个不中用 看来这三十辆银子今天是发不出去了 言之过早了吧 老堂主 在下愿意上台一试 好 打死他 他打得蛮痛的呢 他打得蛮痛的呢 致敦 致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不会去了 回不来 是个陷阱 一艘船如何发家致富 海上丝绸之路是各大帮派的经济命脉 我们在大海上将各个国家的货物进行流通 裁员就会滚滚而来 年轻人 我看你气度不凡武功也不弱 加入我们大圣帮如何啊 堂主的好意在下心领了 大圣帮的确很好 但是在下认为 与江湖中志趣相投的兄弟 共同经历风雨 白手起家 这样的帮派才是有人情味儿 被一个奶娃娃拒绝 老夫心里不是滋味儿 不过你刚才一番话 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和弟兄们 一起闯荡江湖的情景啊 今后若遇到心仪的帮派 你可别错过机会 加入帮派后 不但可以在丝绸之路行商 还有帮派活动 对你大有必义 好吧 这匣子里是三十两银子 归你了 多谢老堂主 老板 银子在这儿 分文不少 好好好 您的章这就结晴了 好有下次再来啊 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来这儿吃包子了 对了 还没打听唐佑的相 不如问问他 老板 你可知道唐佑唐六义住在什么地方 你可真是文堆人 他常来噩噩这儿吃包子 那可他手里恨 他经常在 长安董贝名的景兆府楚墨 你去那儿应该能余伤他 得谢了 我这就去京兆府一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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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必是为了 救那位抗击摩尔远命的一帮英雄 我一定要救他 这些年子我势在必得 看见 妖邪 笑话 这种强大 不正是我渴求的吗 我叫你前来 就是劝你就此退出 不要再插手此事 轮回盘 还有下集预告 昆仑尽忠 好啦 直接到这边好了 我累了 禁忌 这个吗 剧情可以 剧情可以回顾就对 哇 那也不错 提升 加入一波 加入一波 大家好啊 新人求料啊 天哪 天哪 这什么东西啊 技能 这什么 副价克兜目标时 最小的 游龙突袭 幻影尊 生一集 一键升级 一键升级 毒命剑 他技能蛮多的哦 提升 技能提升 一键升级 哦 穷物都升 加点 可以加吗 好像不行 好 好 好啦 就这样 喜欢我的电话 我的频道主要是欢迎投屏 还是喜欢订阅 右下角的进行 牛个铃铛 记得打开一键更新影片 你就能收到通 去喽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